各位好 今天5月28号 我是散人 吃了吗您的 C919 也就是国产大飞机 今天是试飞了 伤飞的第一次 两多岸的飞行好像落在上海了 那这个安全无恙 这个事情当然了 非常值得欣喜 但是中间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为什么呢 像这样的国之重器 必然有国之大人物应该在上面坐着 对吧 那你比如说这种情况最应该坐在上面的 就是咱圣圣以及那个七个小矮人 他们可以一起坐这架飞机 试飞一下 也证明一下这飞机的安全可靠性 以及他们的勇气 或者是说更白一点吧 那就是说这飞的安全无恙 这当然是值得恭喜的 万一出点什么事呢 那大概也值得恭喜 这样呢 如果他们不做呢 多少那么有那么一小点的遗憾 这个是我比较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还是应该恭喜一下 C919呢 也是中国所谓的航天人们 这个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终于呢 现在实现了 但是呢 肯定的来说 也有一堆不和谐的声音 这个不和谐的声音呢 主要集中在是山寨这一块 那山寨这一块就没什么说这事 因为查了一下 因为国产的大飞机 C919 它的国产化率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几 对吧 它是包括像什么呢 拿起小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机头啊 垂尾呀 机翼呀 机身呢 这些地方呢 这包括整个机身设计 这个呢 都是国产化非常高的 就是说这都是中国自己干的事情 那然后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那个座椅呀 包括像上面那个行李架呀 这也都是国产化率 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中国的国产化率呢 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你很难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因为就我做一个 比如说我做一个东西 我说自己 自己说国产化率是怎么说呢 那我应该一般来讲 是要我觉得啊 就按权重来说 就是说呢 核心部件它占的这个比重要高 那非核心部件呢 哪怕它地儿大 占地儿大 它呢 也占的比例要低 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描述方式 对吧 那不能说这个谁体积大 这一整个一个东西 那谁体积大 谁那个重量沉 它就变成最主要的部分 这个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这么傻 但是呢 中国的国产化率吧 就属于一个薛定谔的状态 那你到底是按哪个模式 你就很难讲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比如说那个发动机 对吧 那个核心航电设备 显示系统啊 机载维护系统啊 然后呢 电源系统啊 什么通信导航啊 这条系统啊 高升力系统啊 然后这个还有包括飞行控制系统啊 反正就这一机轮啊 刹车系统啊 这一系列的 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高权重的东西 在整个系统里 它是高权重的东西 它呢 一共呢 也只能占30%多 而且这30%多呢 不到40%吧 样子 那大概呢 还都是美国人产的 但就是美国那块产的 那就是像这样的话 就是你看这个飞机的脖子 这飞机有脖子吗 这个不重要了 还掐在美国人手里呢 就是或者是说它淡淡掐在人家的手里呢 那如果美国这个任何一个这些公司给你断这个供 你呢 有可能能找到替代品 但是呢 也非常有可能的话 你就俩仨一起断供 你就直接就歇了 你就别铲了 对吧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那像这样的一个权重的这种算法 我相信它是不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国产化率高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应该来说是按体积或者按重量来算的 就比如说你基身很重啊 是吧 那你基身即使是用轻质这种铝合金的 它也是比较重的嘛 对不对 那那个包括像这些座椅啊 这个行李架啊 这些东西都很重 所以呢 可能是按重量 要不就按体积 所以呢 国产化率确实是比较高 要按权重来讲呢 怎么说呢 应该就没那么高 我个人这么觉得啊 当然了 这个咱们是以国家统计局 或者是国家的各个研究机构为准 我相信他们的计算方式一定比我更科学 更中国科学 科学有两种吧 中国科学和那个科学 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呢 至于到说到这儿就开始就一个问题 那中国的这个C919到底算不算山寨机 是这样啊 首先我必须先在这说一下 我认为呢 它不一定全能够算一个山寨机 这个是 就哪怕你说它跟那个空客的A320非常非常类似 这个呢 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说 其实是有一个趋同性的 就跟那生物进化似的 它有一个在同样的生性里 它有一个进化的趋同性 这它都会进化出这样适合这种就是演化吧 不能叫进化 它会演化出适应这个类似环境的 相类似的这种生理结构 那飞机呢 也是如此 你看现在这飞机 你除了像鞋盒 已经停飞那鞋盒那个样子的以外 其实空客跟这个波音 它能差的特别多吗 也没有差特别多 大致外形呢 也都类似 因为它处于一个同样的商业环境之下嘛 它求一个你多少个位子啊 然后处舒适度啊 当然有人的翅膀可能是翘一下 有人是往后更捋一点 这个东西不重要 其实当然也重要 也重要啊 就我瞎扯的 就是说呢 但是呢 它本身的大大的模式 它有一个趋同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很多的朋友啊 就是可能不太对工业的这种组装啊 是有一个藐视的心态的 这个我确实觉得 就是说这种心态 可能是因为没有经过 就是没有自己去 或者是没在工厂干过嘛 你觉得这个组装啊 一个这些东西呢 是一个特简单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 飞机咱就不说了 咱们说汽车吧 就是当年夏利是一款国产的这个车 咱老人都知道这夏利这块 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在中国呢 风靡一时 在天津产的这夏利 它实际上呢 是日本的一款车的变形 而且呢 是说实话 其实它不叫变形 就是直接抄过来的 它呢 而且是引进了日本的生产线 最开始的时候啊 最开始的时候 那整个生产线 就是它刚是当时在那个第一回 开始试运行生产的时候啊 这个我还去看过 您知道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完全的整个搬过来的生产线 到这这盖扣不上 就是那车壳子扣不上 就是你得你得敲 你得直接手工敲板筋 再给它扣上 你都你都想象不到 说在日本这运转挺好的呀 你怎么到这就不行了 对 这是这毛病 你真说起来将这种组装啊 你也没那么简单 就是你能够像汽车这么简单 这其实汽车来讲 不算一个 就至少原来的汽车呀 不算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 那个在人类所生产的 这个复杂的机械里啊 那个都排不上号的玩意儿 它 你要是这么生产 你要把各个厂商供应来 过来的零件 传出一辆 可以能够达标的一个车 其实蛮难的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 那飞机要比这个复杂要多 那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一个一种传法 就是说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 你像我们这代人吧 我们刚才玩电脑的时候 其实都是传级 真的 这个我们后来 我就买过一台品牌电脑 就是这个当时是联想的吧 联想的奔腾100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你想这有这二十二十二十六七年了 差不多就有那个时间段了 买了那么那台品牌机 后来就再也没买过品牌机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能存 对吧 你你存完之后呢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比它那个功能要强大 品牌机是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很均衡的系统 你这个东西你均衡完了 那各种东西 它其实并不出色 那出色就没法商用了 就是因为很多人 它是更普遍型的去让大家能使用 它并不是一个某一个特别出色的系统 如何如何 你要玩游戏 你肯定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或者是说你想跑一个高频的什么东西 你就它那机就不好使 对吧 你比如说像我们用奔腾 后来用跳线 从120跳到133 这种是一个很正常的跳线 那你其他东西 你也有时候需要改 最早的时候 比如说我记得我记得传机传过 就给别人传大概486 差不多是那个 我都有点忘了 486还是386 我都忘了 那会还插汉卡呢 就汉化你要插汉卡 就是你电源不合适 你插汉卡 但跑不起来 直接就起不了机 开不了机 就是你看 传机就是这么着 你能够把整个系统你非常了解 然后你再让它有一个合适的配比 传出一台机器来 这台机器能正常的跑 而且它能够说有一定的 应该说是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 这个其实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 你不就是给把这东西传过来吗 你拿过来 我往这七十二一组装 就飞了 没人敢干这事 组装或者是说 您说船也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能力 能够干这事的 你就在这个整体的 至少在航空这一块的 航空工业这一块 你前进一大步 这个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 我可能会能说 伞人你这个是不是 你又被收钱了 被收满了 真不是 您如果您愿意的话 您可多看一下这方面的书 或者是说您问一问这些人 这些这种组装是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能够达到这一步 哪怕你只是自己能生产个机身 生产个机头 生产个锤翼 生产个座椅 那然后你再把其他的 比如像什么 这个CFM国际公司的这个发动机 然后呢 这个俄亥俄州的这个汉尼芬公司的这个航电系统 显示系统 记载维护系统 然后再其他的 比如什么霍尼维尔的这个飞控 然后机轮 刹车 你可攒一块 各种不同的这种厂商提供的这种参数的 各不同参数的东西 然后让它能够配比 能够能够有互相通用的接口 然后再把它能够整个整体的传出一个玩意来 非常难 非常难 不信试试玩乐高都行 您可以试试这件事 确实是你不要说去小看 你现在你说你特别小看这些东西 是一个其实对自己的一个不负责任 你是会在某些方面会产生误判的 这个所以你必须要理解 所以你要承认 首先承认 它这个组装是一个中国航空航天的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这哪怕它是组装的 所以我既不太同意说 像小粉红他们这边人说的 说我们国之重器 我们自己研发 我们特别牛逼 这个自豪感 如何如何 我不能同意 但是你要让我去同意说 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山寨机 你就是一个随便一个组装的货 传机 这个我也不能够完全同意 就是它处于一个两者之间的状态 它既有它自己牛逼的一面 对吧 但是它也有自己山寨和这种抄袭的一面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成熟的设计 它拿来很多玩意就直接可以用了 这些公司也是一些经常性的去给 包括波音 包括像空客 给他们提供配件这些公司 所以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介于什么呢 它介于一个组装生产与山寨之间的玩意 这个是我个人而言给它的一个定位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我重点其实倒是不在这 重点在于哪呢 重点在于呀 这个你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 对吧 你去团这么一个玩意儿 或者是说你自己组装生产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你以你的工业基础啊 以你目前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啊 那你是有可能支撑这整体的行 这个大飞机这个工业的 因为国内它只要下一行政命令 你就你必须得买这些东西 那你就得买嘛 对吧 它就保证了一个生产 你只要保证生产就不断的在 你必须得去生产 你到车间里 你一台一台生产 你才能够不断的进行修补和迭代 这个呢 你才能最后有成熟的东西 最后生产出自己的机型来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过程 没有任何一个工业产品 可以一步到位的完全完全做好 它必须要一步一步这么生产 才能够有这个有这个效果 这个呢 确实是这个在全球化的这种体系之下 人家卖给你东西的时候 你才能够说是这个 说是说是你最终拿出自己的玩意儿来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现在可以看到了 我觉得一开始就说了 这个权重的问题 你所有的这些关键系统 全都不是你自己的 而且呢 你是不是可以在短期之内 或者是说 至少在一个可眼见的未来 能够进行完全的国产化替代 这个几乎是做不到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 就是波音也是一样 空客也是如此 那个东西 它是叫这个美国波音 这个法国空客 这个都你没问题 没毛病 但是它是通过整体的全球性的贸易和基础合作 才拿到的 美国人也不能 它也不能够产光刻机 产光刻机那是荷兰 对吧 那为什么说人 但是他们不用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说人家肯定会给他供货 就这么一点区别 就这么 其实就这么一点区别 就好多人说 在说 说一说这个国产化的时候 就是像反贼们 就总是讽刺 说你们这帮人 天天国产化 那个你怎么 你怎么全是组装 那小粉红们回击的是什么 就是说 你看那个世界上哪个国家 说是什么都能完全自己生产 你中国 你也不可能一国扛一个世界 重点就在这了 重点就在于 中国确实没有可能一国扛一个世界 所有东西都是观赚化 但是你的所有的意识形态 包括你这种国际关系 你是在用一国 或者是说用你所组建的这个丐帮 包括中亚五国 包括俄罗斯 包括这些 这个丐帮 你要扛这个世界 然后另外那半个世界 看你压不顺眼 直接给你掐了 那你怎么办 对吧 就这么简单 你如果是说你愿意融入这个世界 你愿意去怎么样 你确实有必要 可能说国之重器 你自己生产 有这个项目 你可以生产这个大飞机 你希望能从整个市场上分一杯羹 或者至少能够说 我有这么大的市场 我能够说养活这样的一家公司 对吧 从波音空客 然后在中国的这家飞机制造商 我们可以养活这家公司 这个没毛病 但是你如果说你是 你又想要全球采购 对吧 你又想别人这个技术 你又想呢 就是说把自己这个 把自己这个国产 你又想挑战目前的所有的国际秩序 那你很有可能就会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给你掐断 当你给你这些东西掐断的时候 你还想你还想弄这些东西 你还想把这些玩意拿到手吗 其实很难的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G7这次会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呢 就是说它几乎是一个转折点的会议 就是整个的自由世界这一边 或者说发达国这一边 看清楚了一个事情 并且协调好了一个事情 就是要离开中国的这种经济啰嗦 经济胁迫 对吧 他经常是说 你看我比如说从大飞机上项目就可以说 你看我一年我能够生产 我能够我需要100架 我至少要100台发动机 对吧 或者我还得备20台的货 这边我还要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系统 我给你订单 你得把东西给我 第一 首先得卖给我 第二 你这些有些技术 你得告诉我 你要不然的话 我自己都得修我 或者是小小不严的故障 我得修我 你把蓝图给我 对吧 你这些东西 你这些东西 你就是他是用一种经济胁迫的手段 然后用好听点叫市场换技术 不好听点就是经济胁迫 那这样的这种状态下 那人家还会不会给你 因为你整个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 你跟人是一种对立的 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再向原来是要提供给你 让你能够完成产业升级 这个就很难讲了 这套歌我肯定不干 我不能再培养一个 从那会儿已经从一个非常颤弱的国家 然后我给了你机会进入WTO 然后给你订单诸如此类的 当然你从我们这 包括像其他的世界的这些国家 从中肯定有所收益 比如说更便宜的货物 更便宜的产品 更廉价的劳动力 但是中国也从一穷二白 还到了现在比较浅的一个国家 虽然自己不承认 对吧 他自己永远要戴着发展中国家这个帽子 发达国家的帽子 呸 不要挨老子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人家觉得说你挣了钱以后 你并没有希望融入到这个世界 反而是要毁掉我们现在已经完善的一个整个国际秩序 以及商业秩序的话 那要跟我我也不会让你继续的在留在当中 或者我前两天做节目也说了 近期所说的这个 所说的这个叫不进行对抗 对吧 不脱钩 但是要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 或者是去掉中国的经济胁迫 是一种软脱钩的模式 那几乎就是会如此 所以现在目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你不得不进行国产化 不得不以一国抗一个抗一个世界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当然你抗得了 抗不了呢 有人说抗得了 比如像芯片这样的 说这是中国芯片产业的大的机会 或者如何如何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在某一些领域有可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像这个电动车这个领域 这个新能源车这个领域 那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内卷非常严重的国家 它自己自己在卷 尤其政府在进行补贴 就包括像那个光伏这种东西 光伏产业 那有大量的骗子出现 卷走了大量的国民财富 但是在这个养骨场里 由政府在投喂这个食物 养出来的骨 确实有可能 方向方向有可能 如果这方向是对的的话 对吧 那你有可能卷出一两个来 然后去到市场去打 去全世界去打天下 还是有可能成功 在某些领域会成功的 比如说也比较成功的 像光伏这种产业 那现在有可能 有成功希望的 像这个电动车 这个新能源这个产业 这个都是有可能成功的 但是一旦说被别人反击过来 或者说设定一个限制 你就往往就很难了 对吧 你不让你进 你能怎么样 对不对 反正你自己也没遵循WTO的这种规则 我不让你进设置门槛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一种更高端一些的这种 在前沿方面的东西 你比如说像芯片 比如像飞机这些东西 那你就是生产不了 你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化 因为那个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国产化得了 这个就很简单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你比如说这回日本对中国限供23种那种货品 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工业水准到今天为止 很多高纯度的气体都无法进行提炼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你在工厂你就会知道 中国很 我一直在说中国提纯度一直是有问题的 对吧 中国的加工精度提纯度 这种都是一直是有问题的 它一直没有到水准上 就哪怕像日本这样的就直接夸击给你停一下 你也一样受不了 那就别说在其他的这些东西了 大飞机也是如此 但你如果说再往下几年 这整体的中国的这种国际环境还是这样的话 就是它不够好 对吧 别人还是更防着你 那出口的限制会更严格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 你这个项目就难以为继了 你只能够说有可能生产一些 也有可能 如果哪一天美国政府 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说的这些东西 包括发动机 包括这个航电和那个机载维护 然后飞控 刹车 然后包括电源 什么还有高升力系统 这些东西都是美国人的 你只要是夸击它给你弄一下 你这当时就怕 就这么简单 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到今天为止 你说它这个C919 它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必须要承认 是 组装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这个是从零到一的 这是从零到一的 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确实是成就 但是你往下从一到十 这个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 而且是受制于整体中国的环境 与意识形态 还有国际关系 它跟单纯的技术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我相信它的关系 至少没有这种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那么严重 就是说你和技术是终究可以赶上的 但是人们的这个意识形态 包括相对国家的体制 包括相对这整个世界的态度 这个玩意儿 那赶上的可能性 或者改善的可能性 比技术上的改良要困难的太多太多了 好 谢谢诸位 跟大家瞎扯继续 谢谢